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運年集團執行董事劉新濤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 Gary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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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是否小時候很喜歡大錶呢 我小時候除了大錶之外我喜歡破壞這錶 我喜歡把這錶反轉 用螺絲批拆了底蓋出來 再把零件拿出來 看看裡面是甚麼 但做完這個動作就算了 不懂得把錶放進去 當然要找師傅製作 再不然就報廢了 為何這麼好奇 因為始終我知道很小時候自己是 家裡是靠這行業去找食 所以很奇怪為何這錶是能夠走 中間有甚麼巧妙呢 所以我很小時候就想去理解一下這件事 怎樣去做 所以其實拆爛的錶是多不成熟的 弄回的給我拆得難的 都不方有其多東西可以弄回的 你對中錶業其實也很有興趣 希望以前就破壞多些 希望現在是建設多些 其實中錶業在香港來說 都是一個傳統的工業 你當初在爸爸手上接過這盤生意 遇到甚麼困難 他有沒有給你一些鼓勵的說話 我最初接受跟爸爸學習去做生意 那是困難重重 因為我最初接受這盤生意 都是一個處於中錶的時間 有很多叫做中錶業的時候 有很多叫做廠 也是因為那時候有很多廠 事實不好 所以要被迫要去結業 因為就是因為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更加要回家要幫忙 所以當我爸爸叫回來時 我立即想都不想 我就說OK 我回來了 都是在一些不同的職位 不同的範疇去學 遇到的問題就多了 譬如說我拿著一堆錶 走去一間店舖 我能不能夠把我這個牌子 放在你的店舖寄上 那個人看完兩望之後 可以走出去 我暫時因為沒有位在店舖 拿著一個行李箱 裡面擺著幾盤錶 逐間逐間去試 有些被我們暫時記買 有些直接採都不採我們 灑走我們 亦都有很多 所以在那段時間來說 其實都挺叫做氣餒 但是爸爸也說 這些東西他自己都遇過很多 很多次都是這樣 慢慢來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自己亦都花了很多時間在品牌 手錶上應用的知識方面 慢慢開始就有一點點背部 譬如我們跟香港有某一個 叫做連鎖店合作 所以就慢慢 他留我來的 慢慢也開始了 成功 成功的第一步 其實你怎樣將這個家族企業 和精神傳承下去呢 最重要是知道自己是乘哪行犯大 一定要有本心在 對中標 其實我自己就很小時候知道 我是靠中標這行法 才掌握到我這麽大 小時候已經很喜歡手錶 其實我喜歡手錶 所以我才可以破壞它 我要了解它入面怎樣運作 為什麽有些自動標 不需要閒電的 都可以會走呢 所以這件事我是喜歡的 首先你一定要喜歡自己的工作 才可以由它繼續傳承下去 其實你現在已經是一個中標業的僑坐 你覺得現在中標業在面對 一些怎樣新的挑戰呢 中標業其實經歷過很多風風雨雨 現在我們面臨一個大的挑戰 就是很多智能的手錶 蘋果、一些智能光滑 的確對我們傳統標有一個衝擊 但你想一層 其實對於一個中標業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機會有危必有機 為什麽我說有危必有機 就是其實中標在年輕人市場來說 其實已經不是很多人戴標 每個人拿著電話 其實已經有時間可以看到出來 變成了 每個人都不習慣戴著一件東西在手腕上 好了 但是因為smart watch現在流行了 每個人都希望擁有一隻smart watch 好了 久而久之 他們習慣了戴著smart watch出來之後 是一個fashion 現在smart watch 基本上我以為配襯不同的皮帶 膠帶 自己都可以換 希望他們久而久之 是將戴手錶這件事變成fashion 接著他們再升級自己 希望擁有一隻比較傳統的 再升級到可以擁有一隻 智能高一點的手錶 希望引起這個興趣 所以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機會 對傳統手錶來說 那在做生意方面 你有沒有積累了一些心得呢 我們都是以客人為本 以服務為實 其實當一個客人進來我的店 去買一隻手錶的時候 其實他去這麼多間店 大家都是同一個價錢 那你怎樣把客人保持到 繼續回來找你呢 最重要的都是服務態度 大家將心比己 你是一個客人 你希望人家會怎樣去服務你 去服務你呢 所以我經常跟同事說 你們放假的時候 你們去其他店鋪 試一下做客人 你希望祈求得到什麼服務 那到你上班的時候 希望你還會給什麼服務給別人 那久而久之 客人會回來的 慢慢變成熟客 變成朋友 那做生意都會方便一些 那其實公司未來的發展方向會是怎樣 會不會有些創新的想法呢 接下來我們可能會做一個嘗試 就是將我們其中一個品牌 嘗試去改善 為每一個顧客 特意去設計一份手錶出來 譬如說股客想在我們的牌子網上 他可以透過我們給他的一些標學 他們去選一些標學 把標學放進來 標面 他們喜歡什麼標面的就放進去 標針有什麼類型 標帶有什麼類型 他們自己可以去混合 做完出來之後有個價錢 我可以 價錢可以的話 這樣就按下 如果說我想要約自己簽名 又或者希望將我的相片 可以放進標面上 這個我亦都可以做得到 令到我希望做一隻標 送給我的至親也好 都會有少許紀念價值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會嘗試做的一個步驟 這個情況 其實現在很多青年都說很難成功 你可以怎樣面禮他們 成功的確是非一朝一夕 大家最重要是恆心 以及一定是 失敗一定會有 叫你說不要怕失敗 就好像被人感覺很老套 只不過就是每一次都要去承認 以及去面對失敗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年輕人 必要有的一個心態去做的事 因為其實沒有一件事是 事事如意 事事順境 每一件事一個新的嘗試 新的創業都一定經歷過失敗 如果失敗過一次 就覺得好像世間末日 我覺得就不太適合創業 反而就是要肯面對 從失敗中學習 怎樣去了解一下自己需要去哪裏 下一次可不可以不要失敗 面對它 大家一定要去從中學習 會是比較 我是對一些時下年輕人的一種 叫做忠告 我知道你很喜歡喝清酒 之前還考了一個國際利酒師的資格 為何會考呢 是否想進軍這個飲食業 絕對暫時在這一刻 未有意思去進軍飲食行業 因為其實你進軍飲食行業 對這件事你要很清楚 放假就是我自己在本業來說 都暫時未做到 就是說做得很成功 希望在我本業上再做成功些 有時間 亦都不會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在短時間 我都不會暫時去投身飲食行業 我其實為何考這個利酒師牌 就是因為自己對清酒是喜歡喝的 有時自己去買清酒喝的 就不知哪些是喜歡哪些自己不喜歡 所以我就是要學 想去了解多些 做酒的過程 還有清酒在香港 就不及紅酒 威士忌那麼受歡迎 想找一些冷門一點的東西 去了解一下去學一下 學完之後 發覺原來還有一個 要考試的 報名時說要考試的 我就考了 都是 有一張sert給我說 你考完的話 就可以做一個利酒師 我就OK 那就試一下 讀完之後 考完之後 就有張sert 現在說 對清酒略略很少 皮毛的認知 如果要繼續在這行業 要繼續發展下去 其實還有很多事要考 暫時維持在自己本業為主要 所以 不會說甚麼投身飲食行業 暫時還沒想到 今天很感謝Gary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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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Merci